我們一般都講說 去拜佛啦 求神 都有阿嬤 阿公啦 我們這樣子 可是妳這樣年輕漂亮的女生 妳也信佛 妳也去拜神 我信 而且因為我從小 我爸爸是直籃的球員 然後他自從灌籃摔下來之後 他兩隻腿插了18公分 兩隻腿 18公分很多耶 就是變成長短腳 插18公分 那真的走路就會這樣子耶 對 而且 在我小時候就是很流行 有一種叫修行的地方叫道場 是 就我那個時候 後來我們就去了 然後我爸爸去那個道場兩次 他的長短腳就好了 妳長短腳在醫院也是有去 是了 對 醫院也是有去 對 那是誰告訴他 或者他是有什麼樣的靈感 就跑到道場了去 那師傅怎麼教他修煉 其實這一切我才國小 就我在旁邊看了 我只覺得好奇怪 因為我去了之後 他們就就是打坐嘛 然後那師傅就是在 打坐差18公分 其實沒辦法打坐 這邊差18公分 夠不到 對 而且那時候 我記得我爸爸是沒有辦法往前挽 因為沒有辦法站 是 站的對稱 然後後來那個師傅 就在我爸的這個腰這邊 然後拍了幾下兩次 兩隻腳就對稱了 這也太神奇了吧 除了身體的病痛之外 是 也可能會 要到道場裡面修行一下 找一下就是人生的方向 或者求一求一些智慧 對 就沒想到這個腳 也被師傅治好了 好了之後 連同我那時候還小 然後那時候師傅就說 其實他很小 很適合開天眼 因為小孩子的體質 本來就比較敏感 然後很適合看這些 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 後來那師傅就把我的天眼打開了 妳跟妳爸爸去道場 然後師傅就幫妳開天眼 對 然後自從那一刻起 我就看得到一些 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 從小時候什麼時候幾歲 好像是小學 四年級還是三年級的時候 其實已經印象都會很深刻了 對 請問打開之後都看到了什麼 一打開之後 九九成花表有背得很厲害 那不是老千好不好 就是說妳看到的東西 變妳的世界真的很3D嗎 就是 我的世界真的很多彩多姿 有看到什麼 就有一次 因為那時候剛好我外婆過世 然後他們不是會推到那個 太平間去 太平間都在B1嗎 然後我記得那一次 我到了那個門口 就是它有一個門 然後推進去才能看 然後我到那個門口 我就跟我媽說 我就說我不想進去 然後他就問我說怎麼了 然後當下我才知道說 原來以前的舊電影 拍的那種牛頭馬面是真的 看到那個門口有兩個人 站在那裡 可是是牛頭跟馬頭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一直大哭 因為我覺得很可怕 這時候妳才小朋友 我才小 對 很小的時候 妳看到他們 他們有看著妳嗎 有 然後我就趕快就跟我媽說 我要走了 我要上去 然後他們 因為他們看不到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理解 我的恐懼在哪裡 然後後來上去之後 我就一直陸陸續續 後來在醫院都會看到這些 然後除此之外 有一次我哥哥那時候 剛會騎車 然後有一次我看到他 我就說妳哥哥 妳手怎麼黑黑的 可是他就說沒有啊 怎麼黑黑的 三天後要出車禍 然後我手才很斷掉 對 自從那一次我就覺得 有這個看到未知的東西的 這個 你天眼好像 能力 對我不是個好事 對啊 有些東西看到了 也不知道該不該講 那妳每一次都有講嗎 我沒有 沒有每一次 而且那像那時候 講了之後妳自己會不會覺得 很擔心他 我不會不舒服 可是我就會很擔心說 他是不是會有事情 那這個是因為妳看到之後 妳講出來幾次經驗 就是妳講出來之後 就發生真的是不好 對 那妳有沒有 就是因為看到是沒有選擇的 妳有沒有看到什麼是 他之後變好的這樣的情況 他之後變好的 就是說他這個人發現了 就是說妳提醒他了 粉紅的光啊 或者發現什麼金光 說妳最近好像有光啊 不錯 他還真的就什麼 我發現好像 好的看不靈 壞的看很靈 算是烏鴉系的 不是天使那一系 就是黑魔法系列 對 黑魔法系列 就是哥哥的車禍 不是被他的烏鴉嘴造成 不是 是說他關到了這個部分 只是說看妳有沒有修行 然後喔 有修行 妳會說 最近要注意喔 妳最近騎車要慢一點 時速都可以超過三十幾年 他就可以避開這個 通常像我們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會用另外一種方式 去提點他 但是我們不能說破 妳跟他講說 妳的手黑黑的就已經收破了 那收破了就救不了 所以有一種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怎麼樣 就有些老師有些 他會用另外一種方式 去幫妳祈福 或是說 教妳怎麼樣去避過它 是可以避過的 那這個就是 妳的那個叫做 因為能量 就是那個土地 還沒有濕的時候 其實它是先有那個濕氣 那個我們水潑下去 它才能夠整個濕透 那就是那個 這個其實能量已經到了 能量已經到了 是沒有人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有比較有神秘 有感知感應能力的人 他很可能就會感覺到 那所謂的黑 並不是整隻是黑的 他就會感覺到 兩個手好像是感覺不一樣的 有一個不好的氣場在上面 一隻好像曬得特別的 那感覺 兩隻手是不一樣的黑 所以妳會說 因為妳的手黑黑的 其實是不是 它根本就沒有 你看不到的人沒有 但是妳看得到 它不是看得到 它是那個感應力到了 它會讓妳會有一種感覺 看到這個東西不太一樣 不太對 妳就會說出來